一部名为《炸三中》的视频最近出现在大陆的网站上并且走红 视频中几名高中生模拟特种部队成功地炸掉了荆州市的沙市中学 视频公布后一天 学生导演就被记过处分 大陆80后一亿作家刘一鸣认为 这部视频表达了学生对中共教育体制的不满 但大陆的整个体制甚至不能容忍这样一种娱乐行为 他设想目标如果是非官方的地点 学生的行为可能就不会受到惩罚 7月13号 一个长约五分钟的视频《炸三中》出现在资道网上 很快就被网友转载到U库 铺路等视频网站 短短几天的点击量超过两万多次 视频中 几名高中生身穿迷海服手持玩具枪 模拟特种部队进入原名沙市三中的沙市中学 成功炸毁副校长室 教室和教材仓库 说明学生对学校的不满 对这个教育体制的不满 表达了对中共不满 因为这个教育体制啊 因为这个受中共的历史形态的影响太大了 什么都讲主权力 学校呢 现在完全成为了这个中共卢化老百姓 实行渔民教育的工具 扎三中视频里不仅具有紧张的音乐 而且演员们的衣着奔跑姿势 每到入口处的戒备姿势 都让观众想起美国大片 很多网友留言 视频拍摄和剪辑的都相当不错 现在这个西方文化对这个青少年的影响 比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更大 中共把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破坏得很严重 把这个传统文化丑化得很厉害 为什么在中国大陆的传统有特别多 实际上它说是真正了解传统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优秀的 就在网友津津乐道这个视频的同时 视频的导演学生小伴发帖 学校把我们全抓了 你们还转载啊 我还活不活 14号 沙士中学对小伴给予记过处分 其他参与的学生被通报批评 这个反映了中国的学校缺少宽容的心态 对于这种事情呢 完全是神经过敏 其实在我看来没有第二 毕竟是一个娱乐行为 没有很多现实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学校 即使不认同孩子的这种做法 也不应该在这些孩子进行 刘一鸣还指出 如果视频中被炸毁的目标 是非官方地点 学生被处罚的可能性会很小 可是同样拍摄这样一个娱乐性质的视频 目标如果是政府大楼的话 那拍摄者的下场可能更严重 也许会被拘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